查你的微信呀 查你的这呀 派人监视你呀 然后你主持活动的时候 都给你捣乱呀 怎么就贴心了呢 没听出来 但是这个从反面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明 他就是说 比较黏我 比较更加的爱护我 所以说他比较上心 然后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 我在大学可能说 再交一个女朋友啊 就成本会更高一些 这句话是个实话了 是吧 说实话 说实话 再交个女朋友 成本比较高 他说句话一点不意外 因为他就是那种 就为了自己利益着想的人 我反正觉得 今天我真是见证了一个奇迹 异地恋谈三年 而且谈是以这种方式 如此激烈的 这种对抗的方式 三年还谈下来了 然后还愿意继续下去 我觉得挺奇迹的 这个奇迹背后到底有什么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不好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一直假想 如果他们俩结婚以后 我住他们俩楼下 这日子怎么过 你不是想知道 他到底有多爱你 爱不爱你吗 在想知道对方爱不爱自己之前 我们不妨做一个前期的自我探讨 我可爱不可爱 你人身监控他 不管是找同学去监控他 拍照给你也好 还是要求他手机社交软件 24小时报备也好 这事不可爱 你请闺蜜喝完了酒 要求他来现场结账 他也不可爱 你也不可爱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 将来他是爱我更多 还是应付我更多 其实呢 他现场就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我在大学里再交个女朋友 可能成本比较高 他已经告诉你 再拿你凑合 再拿你应付 你给他生日礼物 他都顾不上差 他都懒得差 就说明他连应付都懒得应付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一会儿您要回到门后面 您不妨问问自己 我再继续这样下去 他是爱我更多 还是应付我更多 他日复一日的应付我 我值得不值得 您啊 您在这段感情里 已经在计算 投入产出笔了 当你在一段感情里 都开始算起 投入产出笔的时候 咱就别站着说 我爱他了 成吗 我真心建议 二位 算了吧 我跟你说男生 就你这个叙叙叨叨 这个怨妇一般 从头唠叨到尾 我跟你讲 换了别的女生 还真受不了 也就她 哎呦 还对你 百般的崇拜 喜欢的不得了 愿意查着你看着你 但方换成一个 耐心没有那么足 喜欢你没有那么浓的女生 你叨叨半年就跑了 别说叨叨三年半 是不是叨叨你三年半 所以你知足吧 有这样一个女孩 隔着那么远 没有其他的想法 哎呦 一心就想和你好 我觉得就从这一点 你也得珍惜她 所以我觉得你俩合适啊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隔着千山万水 咱俩边吵边爱 边好边闹 多难得两个人啊 女生也一样我跟你说 就像你这般查一个男生 一般男孩也受不了 别说三年半 三天就烦 所以他也能忍受你 长期以来这么密切的监视 他去主持个节目 你要不停的 给他打电话 不容易 三年半不容易 我觉得你俩再磨一磨吧 要不然你找不着女朋友 你也很难找男朋友 你俩就在自己这个窝里边 找找平衡点 哎说不定 还能把彼此身上的缺点 能够慢慢调整 成为你们 能够日后相处在一起的 一个基础 都很有耐心 都愿意忍受磨难 我真的是从这个角度看的 听出来了 也没在一起呢 你们其实三年半的时间 在一起很有限 所以不要现在来讨论 分不分手 真正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 咱们见分享 我觉得没问题啊 你们就这样继续着吧 男生继续唠唠叨叨 女生继续查着岗 因为再也碰不到别人 会如此忍耐 就你俩互相祸害的得了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再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优胜 基地 年纪 第五本